很多人因为胆小怕事,最后让自己失去太多太多重要的机会,如果你也属于这种情况,一定要学会下面这几个心计,至少让自己的自信心得到加强,面对机会的时候,将自己的胆子更大一些,不至于让自己的才华埋没在职场上。 一,在同事面前吹刺牛,逼自己一次,如果你在同事面前过分的低调,你的同事甚至就把你当作不存在,所以是当在同事面前吹吹牛,说一些大话,这样就给自己造成了无形的压力。 虽然是吹牛,但是也等于在同事们面前做了承诺,一双双眼睛在看着你,这个时候就逼迫着你的胆子大一些,有过这样几次的折腾,你当小怕事的毛病,就会大大得到缓解。 二,可以主动的冒犯别人一次,找个软狮子捏,找回点自信来,主动冒犯别人一次,是对自己胆量的一种考验。 不要总是别人过来欺负你,你被动的应对,你也要主动的出击,让他们认识到你真实的面目,也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们,你才不是那个软狮子随便捏呢。 三,说话的时候让自己大声点,四要学会讲理,而不是认理,很多人不懂得强词独理,其实这是自己的一个失误,一定要让自己学会讲道理,而不是认别人的理,学会讲理,其实就是一种辩解,就是一种推卸责任,如果你学不会这一招的话,别人就会把责任推到你的头上。 你说这些责任给你没有一点关系,你亏不亏呀? 所以,要学会推回去,勿多速速苦,给自己一个解脱,一个人内心的痛苦如果得不到发泄,也会非常的压抑自己。 所以一定要在大伙面前多次诉苦,尤其是在自己的领导,和一些高班级的同事面前,将自己内心的压抑,得到一个清晰的环节,不至于让自己天天压得喘不过气了。 那样子,早一天晚一天把自己约会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